人们都说男人是社会的主体,这意味着要担负更多的责任,那何为真正的男人? 真正成功的男人不仅是事业的成功,还有家庭和人际关系的成功,成功男人普遍的特质有几个标准,不一定是是听父母的,但一定有孝敬的心,不一定赚大钱,但一定要养家,不一定飞黄腾达,但一定要有时间陪家人, 不一定要大男子主义,但一定能拿得了大主义,一个真正有魅力的男人,散发着由内而外的涵养,一个人所拥有的内心世界的境界,有多深和多广,代表着这个人的魅力有多大,一个男人关心的东西,决定了他的层次,一从缺乏自控到高度自律,能控制自己的人,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面临诱惑的选窝时, 自控力就是你未来的希望,比如,你在打游戏时,别人在做商业计划,你在睡懒觉时,别人在考职业证书,你在胡吃海喝时,别人在健身跑步,这种情景不用维持多久,哪怕短短的一年,便能很快拉开差距, 法国作家于果说,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自动控制自己的人,是个聪明人,倘若你想征服全世界,首先要征服你自己,一个人若没有高度自律和坚决果断的品质,他就永远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人, 人一旦养成半途而废的习性,就会把它视为正常,同样,一旦养成高度自律的习惯就能 享受他带来的成就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自治是一种秩序,一种对于快乐与欲望的控制,所有自律的人,内心都自带着非常强大的自信,以下都是自律的各种表现,洁白以自爱,清廉以自律,淡薄以自居,拼毅以自恃, 二养成看书和写作的习惯 培根说,只有美貌而缺乏修养的人,是不值得赞美的,与人交往,贪图和修养很重要,一个男人想要改变自己,要从读一本好书开始,如同交往了一位智者,他能引领你的前行方向,丰富你的精神生活 英国作家罗斯金曾说,人的思想是可塑造的,一个人如果每天阅读某部佳作中的一页,聆听一只尿 区就会变成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一个有知识的男人一定是常看书的,一个有智慧的男人一定是常写作的 写作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搞废或所谓的虚名 他实际上是一个认识真理之后的独白 真理会唤醒你的知识,慢慢沉淀为你自己的智慧 写作不像说话,不论有没有经过大脑,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是不能收回的 写作需要善于洞察,深思熟虑,考虑周全才能落笔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读书是男人变得的冷静,写作是男人变得成熟 三,成熟的思想和稳重的心态 凡事在成熟之前都是有苦味的,别忘记热水也是由冷水烧 成的,所谓成熟就是能接受生命中的任何境遇 即使遇到了某些不幸,都能够不肥不亢的坦然处置 成熟意味着一个人不再任性,开始最深的自我觉悟 李敖曾说过一句话 成熟的男人不会陪着你疯狂,也不会陪着你沉默 他只是在你需要时出现,在你厌恶时消失 成熟的思想往往蕴藏着刀容和理解的心态 成熟并不代表稳重,稳重却包含了成熟 做事必须脚踏实地,为人切莫堪目虚名 人生就如下棋,深谋远虑者才有机会获胜 出门前要先看好路,再迈出脚步 做事前要先看是否水深,再决定是否参与 雨果说,谨慎比大胆要有力量得多 在这种变化莫测的世界上,预示稳重的人其实是有智慧的 任何一件事情,如若不能充分的换位思考,也是一种不成熟稳重的表现 四,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低调做人是一种处事谋略,绝不意味着卑微,而是强者谦卑的姿态 低调做人就是非为时获达大度,显赫时不骄不躁 低调所呈现的是一种大气和从容 低调做人也是一种智慧,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他耸立云端 还不解释自己的深度,并不影响他容纳百川 低调做人就是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世间的一切 做人最高境界不是一位低调,也不是一位张扬,而是不卑不抗 低调做人,你会一,次比一次更稳健 高调做事,你会一次比一次更优秀 如果想要让更多人知道你在做时摇,就是要高调的说明 这会让人们更加记住你 不过,在高调做事之前,要先学会低调做人 真正的低调,是随时可以高调 我学会忍耐与宽容的尊重别人 先苦后甜,要比先甜后苦的味道迷人太多 忍耐和坚持是痛苦的,但它逐渐会给你带来好处 卢梭说,忍耐是痛苦的,但它的结果是甜蜜的 人在暴躁中,容易说错话,做错事 有忍耐力的人,通常遇到事情会顾全大局 情绪会相对稳定,不容易暴躁 我曾说,最高贵的复仇之道,乃是宽容 宽容是一种坚强,而不是软弱 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不会犯错 都需要别人的宽容 不会宽容的人,是无法得到别人的宽容的 宽容别人,就等于释放自己 宽容别人,就等于祝福自己 六,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格局事业 英国有句谚语说,有经验而无学问 剩余有学问而无经验 生活是由一系列的经验组成 每一个经验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一些 人生阅历越丰富的人,他的智慧就越会散发光芒 挫折经历的太少,才会把鸡毛蒜皮都当作烦恼 经历沧桑的人,是不会轻易敬给的 一个人去过多少地方,见过多少人 决定了他滋味的宽度和内心的高溶度 人生只有精力酸甜苦辣,才懂得人间的味道 也就自然学会了珍惜人生和珍惜感情 眼界,注定心的格局 格局,决定人生的命运 格局小了,做事就不够大气 眼界有多宽,心就会有多宽 井底直挖,只能看到井口大小的天空 自然无法体会在蓝天自由翱翔的胸鹰们 一个人,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所见识 稍见多怪者,多半都是问题和烦恼的制造者 见多是广者,问题看得透 心结打得开,一个人的格局 决定了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以及看问题的宽度和广度 7.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苏格拉比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梦想而奋斗 若要梦想实现,先从梦中醒来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尊重 无论它有多遥远 无论它能否实现 没有梦想的人,活着就等于死了 梦想是心灵的滋润 有了它才有了充实风营的人生 一个人有了梦想才会不懈地去追求 去实现人生的价值 很多梦想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没有本事 而是我们固步自封 不愿意去尝试 或者不愿意去努力 只要勇敢地踏出第一步 一定比原地踏步让你更充满惊喜 有梦想的人 生活总是火热的 拥有梦想只是一种想象力 实现梦想才是一种真能力 8.人品 是一个人最好的底牌 能力很重要 可是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 那就是人品 一个人的人品形成 并不是你所看到的那一刻形成的 而是经过几十年的慢慢沉淀 一个人真正的资本 不是美貌 也不是金钱 而是人品 因此人品才是最大的核心竞争力 人品是生命的通行症 在冷漠又善变的时代 人品是心灵最后的依赖 并不是每一个外表俊美的人都有美好的心灵 品格在于内心 而不在于外表 品格能决定人生 它比才华更重要 因为才华都会随着时间慢慢丢失 唯有人的品格能经得起风暴 品格是一切获得成就的基石 否则将会倒塌的更快 如果非得追求一个标签 那就选择好品格 罗曼 9 注重价值百万的外表形象 在这看颜值的时代 没有人有耐心透过你邋遢的外貌 去了解你动人的灵魂 不要怪别人没有耐心 而要检讨自己是否尊重别人 如果你的灵魂很美丽 为时要不好好收拾你的外貌 让人更容易接受 都说透过现象看本质 也知道本质是最重要的 但还是要透过现象啊 没现象本要看本质 取悦于眼睛的外在美 和感染人灵魂的内在美 同样重要 因为你的外貌就是你灵魂的模样 形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穿衣打扮 外表长相的组合 而是包括了你的言行举止 谈吐修养和教育背景等 一个综合的全面素质 你的形象代表了你的生活方式 尤其外在的服装和配饰 能直接体现你的风格和品味 好的服装和配饰 讲究面料和做工 能让你在各种场合下充满自信 这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外表形象 在现代社会价值远超百万 从某种意义上说 形象也是一种竞争力 一个由内而外有雅得体的形象 能为你赢得更好的机会 比如恋爱和工作 与此同时还能体现你非凡的品味和人生态度 比如生活和旅行 对于环球旅行者而言 无论是商务出行还是休闲出游 Boss将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从随心所欲的海边 到穿越繁忙的城市 还有寒冷的山间 都能满足您全部的需要 一个对形象在意 对工作认真 对爱人专一 对家庭照顾 对健康爱惜的男人 是值得你深爱的 这种魅力 是一种全方位由内而外涵养的体现 男人的魅力不在于财富 而在于精神深度思想高度和外在雅度